寂寞流星群 一期一回 大家好 我是李克勤 今晚一期一回 找到李克勤上來 克勤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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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次你這張新碟 雖然看的封面 都是很肆肆正正 觀仔骨骨的 但其實我看到這張新碟的時候 我感覺換味性是滲濃的 都換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其實無論做唱片也好 演唱會也好 都是以客為專的 都會計算的 始終都是一個商品 我會覺得這次 由你見到我們的名字叫李克勤 我克勤 其實李克勤 我克勤的意思就是 這次我們找了很多不同的音樂創作歌手 去幫我寫歌 希望在他們的眼中看到他的李克勤 究竟是怎樣 所以叫做李克勤 我 克勤 這次的計算是 因為我們也知道有一首很穩固的合唱歌 世界真細小 即是我和我主要的音樂創作片裏面 所以其他那些 其實是可以玩 可玩度是高的 所以你見到我第一首派台的炮掌 你最重要 到現在的 無論是Robin Candy寫的也好 或者Edgar寫的也好 都不是在我平時的框框裏面的歌 這次有份去投我克勤的幾位 其實你和他們合作之間 有沒有怎樣告訴你 他們心目中的克勤是怎樣的 校長寫給我的歌 我想後面的故事 大家聽過很多次 Robin Candy就是 因為他們兩個有很重的音樂風格 很少清新 變成我和他們談的時候 就說你千萬不要Taylermade一首歌是我的風格給我的 我很想把李克勤放在你們的風格裏面 這個是我給他唯一的一個 少少要求 變成他給了我那個Demo的時候 其實一顆音都沒有改過 反而在歌詞上大家就談了一段時間 因為他最初版那個 現在說簡單美的這首歌 那個歌詞其實始終是女生寫的 所以有些字我就覺得我嫌他女性化了一點點 所以後面我們就再改了某些字眼之後 現在唱就順暢一點了 其實現在收了幾首歌回來 有沒有哪一首是特別好 很驚訝 你會弄這類型的歌給我的呢 其實幾首都是驚訝的 最比較上是有少少猜到的 就是舒遙威寫的 因為這種酸式的慘歌 其實我猜到的 不過其實他寫了不止一首給我 我就後來選了這一首 你說那個驚喜度 那Aggar 的驚喜度是高的 是 是 是 因為大家都可能知道Aggar 的人是比較 比較斯文型的 是 比較 譬如他之前見到大家的歌 譬如一 這一類歌 或者他之前寫給我 有一次歌叫鑽石人生 都是一些情歌類型的慢的 斯文的 但是這次他突然間交了一首是 你不可以用斯文去形容 是一些幾不同風格的東西 他交給我那時候其實是一首 他自己唱了國語的Demo 他真的驚喜度很高 其實這次從他們寫給你的 交的功課給你 有沒有 會不會好像 例如宣耳威可能認識很多年了 大家之間 和Robin and Candy Aggar 可能是近幾年 新認識的音樂的夥伴 你從他們交給你的東西 你會看到在不同年紀的朋友眼中 他們的黑勤是怎樣的人 都是的 或者在他們的角度上 你可以看到 他想 李克勤有什麼變化 譬如Robin and Candy 你很明顯看到 他們想把我放在他們的一些 已經擁有的東西裡面 一齊小青生 我記得錄這首歌的時候 我錄完之後 他們再等他們錄了那些 其他Vocal的類似主音和和音中間的東西 之後我才再唱 希望大家有一個 我唱完這個 然後你就包了我的東西 然後我又再補回後面那些欄 那個畫家互補的東西是在這裏的 我覺得挺有趣的 因為其實很幸運這張碟 那個概念就是希望看回不同人眼中的黑勤是怎樣 而不是說很故事性的概念 因為其實我很完整地聽到整張碟的時候 當我聽到 這個世界很美麗 很簡泊的愛情 突然之間我要簽紙 突然認中的 對呀 整件事 簡單到最後原來是這樣的 這樣就很大件事了 這個不是故事性的 沒有關係來的 這個純粹是希望 他和各自有不同的發展 其實每一首歌都希望他本身有一個不同的故事 其實歌詞上也挺不同的 也有不同年代的作詞人 譬如簡靈就是80年代 然後Riley 林若玲 就是現在 例如Robin Candy 他們自己寫上也有他的味道 因為我試過找另一個有名的填詞人寫了之後 不是不好 是你便會少了他的Robin Candy 那些東西 所以我們最後是用回他的歌詞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夥伴 出來的效果其實挺好 既然今晚黑勤在這裏 就不如選黑勤已經提到 這首我想是最有驚喜 亦都是整張碟 讓我一次過聽完的時候 我自己都最喜歡這首的 《戀愛為何物》 聽一聽 待會回來再跟黑勤經過